疫情趨緩 屏東開始有條件的開放水上活動 像是游泳以及烤肉也開放 再加上暑假還沒結束 不少人的出遊意願大增 墾丁各大飯店週六平均的訂房率高達8成左右 而民宿也有將近9成 警方也預估在週末將會有超過5萬名的遊客到訪 而因應人潮跟車流大爆發 也激出了車輛的分流交通管制措施 另外墾丁大街在週五到週日晚間7點過後 也會改為行人徒步區 水上活動開放 墾丁南灣集滿人潮 有一家大小也有互烹飲半 悶了三個多月沒玩水 大家一窩蜂冲墾丁 物質南灣人潮暴增 小琉球終於開放浮潛 家長趕快帶孩子出來玩個過癮 就算是水上活動 不忘保持社交距離 有條件開放加上天氣好 民眾大舉出遊 水域活動人潮明顯增加 多了大概30成的遊客 遊客一多 連帶旅宿業 訂房率跟著攀升 民宿的訂房接近9成 週末的訂房率大概在8成5 9月份的訂房率目前是4成 為了把握暑假 最後時光 預估將有5萬遊客湧入 加上這週面臨加東鄉 戰備跑道整備 部分封閉 警方提前部署 墾丁大街從27日開始一連三天 晚間7點過後改為行人徒步區 南下北上台26線 車輛一律由達灣路行駛 大街道路兩側 達灣路段兩側 禁止停車 另外加東鄉戰備跑道 8月12日到9月14日 封閉南北雙向 內側車道 規劃台17線 線到185線 燕山公路替代 寄出交管 實施人車分流 希望暑假最後一個週末 遊客玩得開心 更要落實防疫 記者蘇世偉 屏東採訪報導